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8月20号周二 长春藤100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省选专栏 距离BC省10月19号省选 倒计时一个月零30天 各个政党为93个选区挑选候选人而伤脑筋 省保守党提名了81个选区的候选人 新民主党NDP暂定74位 联合党提名57人 绿党只在21个选区提名了自己的候选人 今天出炉的数据显示 加拿大的通胀率降到2.5% 更多的降息预期得到专家肯定 加拿大统计局7月份的数字显示 旅游行业、汽车价格以及电费的下降 拉动消费者价格指数下调 尽管住房成本的涨幅放缓 但是继续上涨的房租 和抵押贷款成本的高居不下 仍然是通货膨胀的主要驱动因素 全社会似乎都希望加拿大央行 在9月份继续降息 在通胀放缓的好消息中 给一点经济复苏的动力 加拿大魁北克省今天将宣布 暂时冻结外国工人 来蒙特利尔地区从事低薪工作 联邦政府将从9月3号开始 停止受理工资 低于每小时27.47加元的工作签证申请 为期6个月 每小时27.47加刀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小时工资中位数 据央视网报道 骑行由一种出行方式逐渐转变为一种体育运动项目 但随着山地自行车 公路自行车等竞相涌上街头 红灯抢行 曲折竞速 站到逆行等不文明 甚至违法违规的行为也开始出现 给城市交通秩序 与出行安全带来了隐患 长春堂一百教育 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